哈囉,大家好,我是Alan 歡迎來到劉佳花影跟青田弄的頻道 OK,今天的話應該算是我過年後第一天的 算第一天正式的休假 所以今天我要跟劉媽媽出去走一走 那我們今天要去日月潭 那當然很多人會想說日月潭有什麼特別的 那我覺得特別之處不是終點的日月潭 是我們等一下我們是要走台18先到阿里山去 然後阿里山再上去到塔塔加 塔塔加那邊的話就可以接新中橫就是台21線 然後從那邊下去到日月潭那邊去 結果之前的話有走過一次 其實是一個很棒的旅程 因為沿途的話像現在有很多櫻花 那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囉 我們出發之前我們先來這邊 這裡是在我們隔壁村,樂野村 那樂野村的話除了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過 阿蔣的家很有名的咖啡廳之外 現在這邊這一間也是非常有名的 他們是更專業的咖啡廳 那這邊的話是周祖遠 周祖遠的話應該很多人知道 他就是咖啡王子方正輪他的店 那今天因為他們這裡在辦手衝比賽 所以我先過來這邊看一下 OK那我們現在來到這邊是阿里山的一半 這裡的話是中油家有站 應該很多人來這邊有發現 這邊有很多七浮繩吧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因為像阿里山這邊的話 他七浮繩會有名是 據我所知的話 其實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就有蠻多日本人引進七浮繩來 然後因為阿里山這邊的話 海拔他到2000嘛 所以他在照顧上比較不會染菌 其實以前我們在芬奇湖也很好 都可以過程像這樣子 但是其實最近越來越難了 主要是因為可能氣候的變遷 我們那邊開始也變熱 然後一些菌都比較多一點點 我們現在人到就是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我們現在就沒有要進去了 阿里山的櫻花季的話應該是 今年的話應該從三月中開始吧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竊缺的時間 如果說櫻花季的話真的很歡迎大家來這邊逛一下 因為阿里山裡面種植很多櫻花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品種 那我們現在人到這邊 這裡是塔塔加岸部 然後這邊的話也是台18的終點 所以接下來後面的話 我們在過去就是台21線 台21線的話就是直接到了南投 那塔塔加這邊的話就是算玉山的塔塔加岸部嘛 那很多像玉山的登山口啊 然後可能像你要去林子山 其實入口都在這邊 那這邊的話其實我們小時候來過好幾次 這邊都有下雪過 不過因為近年的話 因為天氣比較暖化 所以最近的話其實這邊下雪的機率 稍微比較低一點點 各位吃下去是推薦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现在人到了这边 这里就是日月潭的 其实从我们奋起湖出发 大概到这边的话 大概在4个多小时左右 那只是因为当中我们的亭比较多站 然后就是边走边看 然后沿路的话 其实有一些樱花都开了 但今年开的比较没有那么的均匀 就是有一些先开 有一些已经长叶子了 然后有一些现在还开始要开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 带大家来走一趟新终层之旅 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回去 帐后那边去办一些事情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影片就到这边喔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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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